百兽自爆可能出不去了 疑似跟DRG临时提价有关系 AG百兽大概率断开链接 但轻轻挂牌新刮曝光 价格非常美丽 中一去 AG可能性很大 魏央去HERO是最优秀 就在昨天 百兽回到DRG开启了直播 透露出两个很重要的消息 第一个就是 既然百兽已经回到俱乐部 大概率不会再出去视讯 他的第一想法就是去AG打比赛 不然不可能直接视讯三天 第二个则是他直言 自己可能出不去了 具体原因不详 但网上有瓜主立马给出了爆料 百兽在AG视讯效果很好 但是价格没有谈拢 直接从800万涨到1000万 有点离谱 AG自然需要深思熟虑 然后就是魏央视讯 HERO他去这里是最优选 毕竟九折教练的能力很强 但他们不一定会花400万买魏央 九成价格很低 却依旧是无人问津 离退役真的不远了吗 中一去 AG视讯效果是所有人中最好 结合林教练的爆料 加上中一本来就是成都人 所以他是最有可能转回去AG的选手 终于舍得放 这不是舍得不舍得的问题 这是成全与成就的问题 对 你明白吧 兄弟们这叫成全与成就 不是舍得也不舍得 这个你看 我这拔光倒不是一个维度了 这个升华 把底线一升华 升华了 随后就是有关于 青青的挂牌消息曝光 瓜主直言 青青600万挂牌 假设这个消息为真 他的性价比自然会高于百兽 AG很大程度会直接放弃百兽 转头就去想办法拍下青青 不过这个瓜不保熟 但是结合林教练 要给狼队买选手的消息 Fly大概率已经被亚运会选中 青青自然要回归TTG 他挂牌的可能性就变大了一些 只是青青作为TTG的顶梁柱 感觉有可能跟百兽一样 想走却走不了 狼队买选手吗 买 必须得买 为什么 因为 下台季我们有大事发生 我们的名单不全 所以必须要把名单给护上 有啥特别厉害的选手 我们没推荐一下 你们平时有没有特别厉害的选手 这个身边想打职业 但是一直想打职业 却没有途径的那种 可以 应该是 你们可以让他来找我 OK吧 可以 你们要觉得你们身边有人 特别厉害 你们肯定有 但是你们没途径 明白吧 你们可以找到我们 现在面临的一个问题就是 我们招人 其实我们也要去找野麻烦 然后你们想打职业呢 你没有途径野麻烦 找不到联系的方式 对 现在就是我们双向奔赴 但中间有一堵墙给我们隔开了 所以我们想办法把这堵墙给他 敲开 敲开 总的来说 百兽心里是很想走的 奈何有些事情 非他一个人就能决定 最后估计还是要看 AG跟DRG之间的博弈 不过要是轻轻选择低价挂牌 那DRG要是想卖百兽 必然是会考虑降价 反之他们就是铁了心留下百兽 毕竟不是谁都是AG 上千万买下出城 最终直接解约一分钱不要 至于终于买下来 是个不错的选择 哪怕魏央没有出去 两个人良性竞争也不错 最后大家觉得 AG这赛季能买到心仪的选手吗 百兽跟清清 谁更适合AG呢